还有两岸交流多 这纠纷呢也跟着多 有位张姓珠宝商向北市议员陈晴 说他呢受邀参加9月2号 在大陆内蒙古的珊瑚珠宝馆 却被呢一位男子强行拿走了 价值台币300万的珊瑚 受邀抵场地布置费 不过现在呢人去楼空 秋长无门 无辜啦我们真的是无辜啦 无辜用无奈 戴着帽子口罩的珠宝商张先生 受邀带着珊瑚珠宝 到大陆内蒙古参展 会场空空荡荡 没参观人潮就算了 价值高达台币300万元的珊瑚 突然遭到一位大陆男子强行夺走 中国的王姓包商 他仰称说要帮我们购买 就拿了就往门口冲 往门口跑 那用人抢把我给围住 所以我实在是没办法去 把他给带回来 抢走珊瑚的大陆男子 宣称主办珠宝展的台蒙交流协会 基欠场地布置费 就拿着珊瑚来抵债 甚至还扣押了主办人员的台包证 让受害珠宝商 再拿出其他珊瑚饰品支付赎回 台蒙协会签下借鉴 表示回台湾以后会分齐付款 还款一线一到 却是人群楼空 电话也变空号 互展厂商为了要求自保 来拿餐展厂商的物品 当作台蒙协会的抵押品 这个事情是我们从来不会有料想到 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餐展光是摊位费用 就要台币15万 有78家台商参与 台蒙协会赚尽1000多万元 而这回受害的张先生 宣议没做成 先赔了一大笔钱 怀疑遭到台蒙协会 跟大陆方面人士联手诈骗 除了向议员陈勤 也透过律师提告 而台北市刑大则表示 后续会透过两岸协议 合作追查 有点TV王世凯先立文 台北报道